妻子正在和丈夫开会 然而当妻子一觉醒来 却发现自己身上血迹斑斑 而睡在他身边的丈夫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妻子瞬间懵了 他壮着胆子走出房间 结果地板上全是鲜血 而甲板上还有一把粘骑的小刀 就在他捡起刀的瞬间 一大群警察追了过来 原来警察查到丈夫尼克在生前购买了一笔高达200万的死亡保险 而受益人正是妻子利比 因此警方怀疑利比为了骗保 这次对自己的丈夫下次毒手 甚至控方律师还拿出了尼克生前的求救录音 利比百口莫辩 锒铛入狱 幸好在此之前 利比用那笔保险金作为生活费 将自己年幼的儿子托付给闺蜜代为照顾 可不想没多久 闺蜜就带着保险金失踪了 利比的两个月都是老江湖了 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事情可能并不简单 让利比想方设法追查下去 终于利比好不容易联系上了闺蜜 她焦急地让儿子接电话 可没曾想 电话那头竟然传了儿子呼喊爸爸的声音 丈夫知道电话是利比打来的 生气地把掉了电话线 任凭利比怎么回拨也不起作用 利比这下才终于明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丈夫和闺蜜的阴谋 他们不仅害自己入狱来骗取高额保险 甚至还从他身边抢走了最重要的儿子 利比决定报复他们 因为当过六岁的育友告诉利比 法律不允许一个人因为统一罪行被审判两次 也就是说 就算利比出狱后将丈夫在大街上杀死 法律也没有审判他的权利 复仇的愿望成了支撑利比扛下去的动力 在监狱里 别人休息的时候都会搞两个滑子 只有利比在露铁健身 就连下着暴雨的日子 利比也不愿意放过自己 早晚五公里成了日常操作 为了争取减刑的机会 利比在监狱里努力表现 终于在第六年 利比获得了假释的机会 想要复仇 就必须先找到闺蜜和丈夫的下落 然而他们早已经搬了家 利比又想起闺蜜曾经当过老师 于是在教室系统里面 查找闺蜜的名字 可想不到和闺蜜同名的人 家有几个事业 一个一个去找 根本就是痴人说谋 好在利比知道 闺蜜曾经救治过的学校 他找到校长 感觉他将闺蜜的地址告诉自己 然而遭到了院长的拒绝 利比只好选择铤而走险 潜入学校盗取闺蜜的答案 利比虽然成功拿到了闺蜜的射保卡号 可与此同时 自己也被巡逻的警察发现 利比转身逃跑 六年的魔鬼训练 终于在这一刻有了用武之地 他轻松从二楼跳下 然后一路狂奔 越过铁网 残尽了小树林 然而两个警察还是开着车来的 好在利比发现了一个小斜坡 他急忙蹲下 而两个警察则是冲了出去 警察也翻了好几个大跟头 可不想利比最终 还是被警察给抓住了 在不押送回监狱的路上 他向警察求情 可警察并不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 注意看 警察将女囚犯的手 靠在了车门把手上 可警察只是下车买了咖啡 却忘了将车要是拔出来 女囚犯断是有了主意 他瞄准不远处的一根水管 然后一脚油门踩到底 可这一下 只是磨砂出了些虚火花 还不小心将小公车撞了下去 女囚犯真的没人发现 又试了一次 终于 这次门把手松了 利比尝试挣脱手铐 可不想警察这时候赶了回来 利比一脚油门 结果害得他和警察一起掉进海里 海水瞬间涌入 警察赶紧给利比解开了手铐 利比却趁机抢走了警察的枪 然后凭借着自己故人的体力游到了水面 最终在警察手里逃了出去 为了寻找到闺蜜的下落 利比来到一家4S店 一脸豪杰的表示 自己要买一辆最贵的 利比说出了闺蜜的试保卡号 让经理去核对一下地址 以便送火上门 彻塞得知 闺蜜不仅搬了家 还改了信 利比按照地址找了过去 可以跟老奶奶去告诉利比 他的闺蜜在4年前 就因为意外去世了 同时 闺蜜的丈夫尼克 还领到了一笔巨大的赔偿金 连续两次事故 利比相信这绝非偶然 可闺蜜已死 又该到哪里去找尼克呢 这时 利比突然想起 自己丈夫有一幅非常珍贵的世界名画 于是利比来到一家艺术博物馆 追查到了这幅画的下落 他顺着线索找到了一家酒店 这正是尼克 用那些赔偿金置办的产业 利比从前来口中得知 今晚尼克要在这里 去办一场盛大拍卖会 将他自己作为奖品 拍卖给那些近价的女性 他当即来到一家设施品店 购买了一套高级礼服 然后在派对开始时 直接以惊人的高价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说来当尼克看见利比的瞬间 他的表情瞬间愣住 尼克害怕利比当众揭穿自己的真实身份 因此不得不挤出一抹虚假的笑容 他吻向利比 却又被巧妙地躲开 他知道利比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羞辱自己 可尼克还是只能强颜幻想 利比已经有些厌倦 他转身离去 尼克见状也赶紧抓了上来 他声称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挽救他们濒临破产的生活 以及不小心受到了闺蜜的蛊惑 现在利比回来了 他很开心 他想和利比重归于好 可这番规划根本骗不过利比 他为了孩子 利比还是决心率先忍耐 让尼克先安排他和儿子见面 第二天尼克带着利比来到墓地见儿子 当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 利比忍不住放下了戒心 他找儿子走去 可儿子一看见利比 竟然起身跑了 利比急忙去追 可儿子就像和他在玩捉迷藏一样 不知不觉间 利比已经来到了墓地的身处 就在这时 尼克突然从他的身后出现 从来见过这么渣的渣男 和妻子闺蜜联手 为了区区两百万美元的保险金 就涉将妻子送进了监狱 六年后 妻子出医后找了过来 他答应既往不咎 只求丈夫能将孩子还给他 可男人又耍阴谋诡计 让一个小混混扮养儿子 将妻子引到墓地深处 然后一把抓住妻子的头 向他撞在柱子上 等利比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钉到了棺材里 更让利比毛骨损的时 在他的旁边 还躺着一具新鲜的尸体 利比用力推动棺材的盖子 可盖子早已经被彻底钉死 好在利比之前抢走了一把手枪 他对着链接处就是一枪 终于利比从棺材里逃了出来 可存放棺材的是一间墓室 出口已经被彻底封死 再加上这里又是墓地的深处 人既罕至 可谓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然而当上帝给你过扇一扇门的时候 就必定会给你留下一扇窗户 利比显然发现了这扇窗户 但花瓶在棺玻璃后 终于逃了出去 回去的路上 利比眼神犀利 想不到自己还尚且顾及福气情感 尼克竟然想要对他处置后快 既然丈夫不仁 也就不要怪他不义了 利比正打算走回酒店 和尼克做个两段 却不想突然被警察拽进了个小胡同 原来这个警察 就是当初将利比抓捕入狱的警察 最近在经过重新的调查后 他发现自己冤枉了利比 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 警察决定帮助利比 自己被冤枉了这么久 如今终于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 利比立马委屈地哭了起来 警察来到尼克的办公室 拿出了尼克假死骗保的证据 尼克见此也是丝毫不慌 因为他知道 如果警察想抓他的话 绝不会一个人来 显然警察是想要钱 尼克直接开口 尼克很爽快地答应了 警察也很时尚道 既然双方达成一致 还提出了免费帮忙 解决利比这个麻烦 尼克就说用不着 利比他已经亲自解决了 然而下秒 警察微微一笑 同时 身后的门也被打开了 走进来的人 正是利比 他将手枪对准尼克 尼克瞬间不淡定了 面对利比的质问 尼克只能老老实实地 交代了儿子的下落 利比本想一枪 打死这个渣男 可让他这么痛快地死去 根本不够解恨 利比想把尼克送进监狱 尝尝他所经历过的生活 可尼克不明白 自己最多算是个诈骗罪 怎么会被指控杀人罪呢 就在这时 警察拿出了录音机 原来之前的一切 都是为了引诱尼克 主动说出自己的罪证 而在尼克的后备箱里 还提前准备好了 利比的血迹和头发 就像多年前 尼克对利比所做的一样 撤下尼克彻底不淡定了 他悄悄拔出 藏在桌子底下的枪 准备来个鱼丝网破 好在围起关头 警察递利比挡了一枪 就在尼克准备杀死利比的时候 警察又将尼克一把扑倒 两人扭打在一起 可警察本就受了伤 根本不是尼克的对手 就在尼克准备对着警察 扣动扳机的瞬间 利比及时开枪 打死了这个渣男 而警察也顺利获救了 最后因为利比在法律上 依旧是利比的合法妻子 继承了所有家产 同时也终于找到了 失散六年的儿子 时光并没有冲淡 他们之间的感情 反而因为太久没见 越发思念彼此 他们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从今往后 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分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好